今天和大家聊一下十二生肖的五行的属性 十二生肖大家都很熟悉 直丑淫某城市五寐生有虚亥 那么这十二生肖大家想了解它的属性是什么 今天我跟大家聊一下直 直丑淫 某城市五寐生有虚亥 十二生肖直为属丑为牛 寐为虎亥为兔 淳为龙 四为蛇 五为马 寐为羊 生为猴 游为鸡 寻为狗 猴 5行里面 那么属老鼠的是什么呢 是北方水 所以亥之水 所以猪跟属老鼠它是属水的 银某老虎跟兔子 他的五星是属木 那么四五火蛇跟马 他带的是什么火 生有金 好 那么一样的 水木火金都有了土 土就是龙狗丑魅 是土的 好 那么这个金木水火的五星就起了 那么怎么去记这些呢 你看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春夏秋冬 春天是万物复苏 木比较盛 那么银某 银某它属是属木 那么这下 室五 也就是蛇麻 是下属火的 春夏秋冬 秋冬 所以这样记忆 比较好 比较好 银某 是五 生有 害之 那么四季土 成虚丑魅 这样记下来 就是说能够把这个五行 直丑银某 成是五魅 生有虚害的这个五行 能够记下来 当然这个论命的时候是以日主的五行来论命的 包括日主你出生的那一日在哪个季节出生的 才能断这个五行的性质 就是说你出生的那天的天干 甲乙秉丁物极更新论 鬼是哪一天的 里面的哪一天的 然后在这个 哪一个月出生的才能断这个 你这个五行的属性的这个强弱 还有你五行书 日主的五行书什么的 那么年注上这个 就是说你哪年出生的 也是做一个参考 但不是最重要的 好 谢谢大家